有警示 有故事 这里是北方警示 欢迎回来 那么刘典讯老人的死究竟是摩托车还是三轮车造成的呢 在碰到老人之后 李强和王水庚为何都选择了逃逸呢 在看出所 记者见到了两名肇事者 李强告诉我们 当天视线不好 所以他没有看到行走在路上的刘典讯 李强说 撞到刘典讯之后 他也摔到了地上 几分钟后才爬了起来 在李强看来 他当时只是将刘典讯撞伤 而王水庚驾驶三轮车的碾压 才是导致老人死亡的根本原因 李强说 在逃逸后 他心里还怀着一丝侥幸 希望老人没事 王水庚每天凌晨一点多起床 将猪肉送往各个商贩手中 他说 事发当天 他根本没有发现地上躺着的刘典讯 那么刘典讯老人的死究竟是谁造成的呢 李强和王水庚在此次事故中的责任又该如何划分呢 到底是前面那个车子撞到之后死亡的 还是后面那个车子碾压导致死亡的 还是或者是说这两者都有关系 都有关联 引起死亡的 对这个实际的死因鉴定很重要 经专业机构鉴定 刘典讯符合两轮摩托车碰撞摔跌 和三轮摩托车碾压 共同导致重型颅脑损伤死亡 今年3月28日 吉安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井冈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大队 对此事故做出事故认定书 认定王水庚和李强 共同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刘典讯不承担事故责任 根据刑法第133条规定 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 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 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 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逃逸致人死亡的 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 在此提醒广大司机朋友 在道路上万一发生交通事故 应当立即停车 保护好现场 并拨打报警电话 如果有人受伤 要及时将其送医